你有多少岁 有人说 我们三十岁就能立足于世 四十岁遇到事情不再感到困惑 五十岁就知道 哪些事是不能为人力所支配的 六十岁时 能听得进各种不同的意见 七十岁而从心所欲不与举 可是我好像还是没有成为 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啊 那个自在如风的七十五岁 是什么样啊 随风像少年一样怀揣梦想 对着星空许愿 随风凭着家里的味道 飘向温暖的港湾 随风总有治愈人心的力量 随风铭记着祖先的脉搏与魂 在岁月中悠然飘盖 现在他站在新的起点上 恰似少年 恰似少年风华正茂 七十五岁是大人了吗 哪有什么大人 不过是有些经历的少年罢了 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 精彩的年月不会被神罗改写 黄奴的小雨时常会荡在我们耳旁 那些路上的脚印 永远不会被掩藏 少年初长成自在恰如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